通通压力之下 美国联准会是不断的升息 让美元走强 让这个避险的资金都流出了黄金的市场 但现在又遇到欧美的银行出现倒闭的风暴 让黄金又再度变得抢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也连带带动了贵金属提炼公司的营收 跟着强强滚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 可以看到主要卖黄金或是白银的光阳科 它的三月营收就有17.97亿元 比二月还要再更多 那甚至它的低进营收更是逼近了50亿元 而相较旁边这两个 金一鼎 加龙等等两间贵金属的公司 它的营收也同样都有成长 虽然是没有比去年的同期表现还要好 但是最近金价 频频的站上每盎司2000美元大关 创下一年多来新高 甚至白银把金价格走势也非常的强劲 一个月涨幅就超过了12%和18% 这都让贵金属公司看到曙光了 那甚至贵金属的后市也是被看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美国金融大佬摩根就有预测了 联准会在9月可能就会开始降息哦 预估贵金属的价格会不断的飙高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其实回顾2001年以来的降息循环 我们呢在首次降息后的一个月 其实呢黄金跟白银的价格都平均涨了2%左右 那降息之后的半年呢 涨幅更是拉大了 来到15%点多和28%点多 那同样呢 具有杠杆效果的黄金日报酬正向指数呢 也是同样上涨的 那专家就分析了当联准会停止升息 市场期待降息的时候 就是金价走高的关键 因为呢货币政策将会预期避险资金回笼 再加上中国和印度等国实体黄金的需求也会回温 那主要的央行都会提高黄金的储备量 那这些呢都将加持金价的强势格局 虽然时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金价有一些小幅的震荡 但是专家提醒这都是短空长多 一旦是确定降息了 金价就很可能再创历史新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